好 又回到我們黑木崖的節目 今天很高興請兩位嘉賓 歡迎見寧和古賓 跟我們講一下Langmo的事情 之前都講了Langmo的故事 這一節我們可以講一下Langmo的一些 剛才講的Langmo經常會遇到一些機會 究竟是什麼機會呢 或者怎樣可以把握這些機會呢 他們會做些什麼 或者有什麼特質才可以做到呢 對 剛才講過 可能他去很多Casting都未必可以 但他也會花心思去Casting 例如我記得我訪問了Langmo 如果他們在海洋公園就算了 他會有一個Halloween的 他也會拍一些驚嚇照 就是驚嚇照 就是尖叫照 他就會跟我說Langmo不可以只顧著樣子 不可以只拍一些漂亮的名字 開開心心 可愛的那些 要什麼都夠膽試 譬如這些都不怕要去接這種工作 我就是覺得是一個保險經紀 Anyway 然後我問他 你去Casting之前會有什麼準備呢 其實他也會對著鏡子去練習的表情 令到他可以 然後我就發現他真的是演員來的 其實他會練 最好就是練到有不同驚嚇的樣子 還可以選擇 對 還可以選擇 那他就為之非常好的表演 還有我記得他跟我說過 千萬不要遲到 他的行業還有一些潛規則 他這麼小一定不能遲到 他一定會早到 是很準時的 對 早到 不要遲到 還有他有一次跟我說過 我問他為什麼你這麼怕得罪人 他給我感覺是說話很小心翼翼 就算我不小心說話刺傷他 我覺得他也會很禮貌地笑 然後再解釋一下 這一回合會有什麼事 我就是覺得他很細顧和成熟的程度 反而我是一個小妹 在他面前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明白嗎 我是他雙倍她的年紀 我就變成她小妹 然後他告訴我一次 他去拍片 很難得的 如果只拍影片 不是硬照 無金機會 是很難得的 是很難得的 他說但是他不知道 原來已經拍片 他還未演出 我問他一個最深刻的經驗 就是這個經驗 所以他就記得 我一定要做好自己 一定要很準備好 一定要很在場 那種感覺 其實就算看他們 就很簡單拍攔照 或者做一些的工作 其實他背後 他都是有很多discipline 他一定會去吃東西 或者吃少一點東西 減肥 因為其實你這樣看 很漂亮的照片 其實他可能 你用某一個shape出來 其實他就是要減到很多肉 才可以出動 那他就要減肥 不吃東西 那譬如 那個 譬如影明衣 就這樣看 很漂亮很正 但是如果影明衣 要沒有肚腩 那早上不要吃東西 如果不是會出來了 那就拍不到 那可能有幾天 那他整天就不用吃東西了 或者他 或者他中間 吃少許 不要太多 有些不行的 有些不可以吃東西 吃少許 但是 其實他要收這個福 那裡是不容易的 如果大家有拍開照 就知道 那個model 給一個女生 又是穿上泳衣 你拍不到那本 整身集的照片 那些很開心 彈一下彈一下 彈一下雪糕 那些是很難的 或者那些曲線 那些曲線 全部都很難的 每樣東西都有skill 所以其實他是 要這樣 要這樣屈回來 才會屈出來 就是拍照的角度 其實是要 其實他是專門咬的 才會屈滿的 很辛苦的 然後他要很自然地試 沒錯 因為他要很自然 要很舒服 很享受 那這些 那 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技巧 你們所認識 例如小毛 他們要做什麼 才可以配合到他的工作 做什麼 我覺得 或者他對人 對人要很恭敬 要很密集 很恭敬 我覺得在恭敬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我很不自然 他說話是很 但是他 總之每一刻都是很到的 他給我的感覺是 他是既是恭敬 舒服 但他又不讓你覺得 他是造作的 他又很真誠 例如剛才他講過一些經驗 即是拍攝了機 他還未準備好 他慢慢說抱歉 千萬不能遲到 這些也是真實的 那他給我的感覺是 總之 我都已經 不知道他的動機是怎樣 但是他每一個位都要欺負到好處 他給我的感覺是 他每一個位都欺負到好處 他又不會得罪你 他又不會讓你覺得他假 他又會是真誠的 他又會是有禮貌 他跟我說了有禮貌這個keyword 我想十幾次以上 在我的兩小時訪問裏面 一定會有禮貌 即是 即是就算是比如說那些 朋友站在街上 隨時有人走過來 即是會問他 就這樣拿個電話 這樣 那他不會 拿號碼 OK 好 那他們也都 即是一定要 要仍然保持那個笑容 很nice 這樣 這樣 如果回答他會回答 如果回答他會回答 例如 小姐 我想拿你電話 好 不方便 哈哈哈哈 哈哈 但這個好呢 不行 這樣 這樣 那這些 你叫做EQ很高 你不可以突然之間 罵人 不可以說 糟了 我要給你電話 不行 馬上破壞了 你現在還代表公司的形象 哦 他們似乎很重視 所謂image 那些東西 即是他們有個意識 就是我們去到哪裏 我們要做那個樣子出來 那 但其實他是不是 整天都是那個樣子 那些靈毛 即是他整天都是 很甜美 那樣 我訪問那個 他首先平日上學 他都會這樣化妝 因為 他始終 已經是一個 有公司簽約的靈毛 他就不會平日有一個 就是 鬆眼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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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出外的樣子 首先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都真的很真誠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很真誠 就是他都說 這一行真的很小 不要說話得罪人 得罪人 是一個訪問的keyword 有禮貌 就是專門數 專門數這些keyword 那他就說 不要得罪人 因為這一行很小 如果 萬一不小心被任何 一邊不知什麼的 勢力封殺 那就沒有機會 所以 我覺得這份工作很大壓力 但是會很厲害 如果這樣看的話 十幾分鐘 比很多人的社交能力 嗯 嗯 嗯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正常工作 除了這些表演的機會之外 困惑是否會有其他工作呢 其實是否爆出傳聞 大家說到困惑 那是否真的有另類的工作機會 其實那些工作 有一些公司會有 但是都是問問你原意的 是 真的有offer的 真的有那個工作總裏存在 是有的 OK 即是個別有些公司是會有犯局的 但是譬如舉例 可能有一堆的人 有一堆的人 即是首先會問你 你去 我們要有犯局 你去不去 其實呢 如果你是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即是公司說 喂 有犯局 你來吧 那你就應該不是選中那個 因為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其實你不是主角 永遠都是這樣 即是就算是那些什麼比賽 你突然覺得很榮幸 為什麼會選你 你想也不明白 即是你不會贏的 應該 原來是這樣 即是任何的比賽 如果你不贏 如果你不清楚 他會贏的一種 你會知道自己會在 因為他未來之前 已經知道自己會贏 沒錯 反過一樣 即是如果擺明 就是今天那個主角 就是會開到什麼價 那你老闆選 那我很清楚 他自己為什麼要去那個房屋 哦 那你就不知道什麼事 你就很害怕 看到周圍 為什麼要陪 很害怕有老闆 對呀 為什麼要陪 為什麼還要陪 這種服務 其實真的沒有選你 那可能你去到 其實你又不用怕 是的 其實不關你的事 你吃飯飯 真的 有些知道 不只是吃飯飯 那些就一早就知道 一早就知道 然後那些自己搞定 哦 但是這個都是公司安排 是的 有公司有做這些 大部分都有 也不是大部分 但是這個似乎只發生在簽約的 就是那個模特兒 簽約的公司 但是如果freelance 比較少有這種機會出現 freelance 我比較少聽到 就是很難 你會無端端有個飯 你會去到 嗯 哦 就是需要中間人 那些 除了 這個似乎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有一招飛上之頭 變迴旺 這類飯局 是不是真的在製造那種機會 不是的 飯局其實就是陪老闆 包這類的東西 就是吃完飯 還有一些活動 就是這樣 是那些 但是在事業上是沒有特別的 老闆通常不是娛樂圈 哦 是嗎 娛樂圈就不需要用這些飯局 其實娛樂圈為什麼要搞這個飯局 就是因為那個娛樂圈的老闆 他需要其他的老闆 所以就要 譬如說 或者去招呼一下他們 那就有這種飯局 哦 所以那些人就不是娛樂圈 哦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即後 背後還有很龐大的經濟體系 在那裏運作 是啊 即是有些 本身可能是 做一些 無故的事情 對 那些老闆 那很嚴重 因為我們想想 我剛才說 例如你做年輕人 可能你做事已經是無償 即是已經無錢了 嗯 原來為的是 希望你駁上鏡的機會 或者有一天 你變成一個真是 萬人境的一個明星 然後有一間公司 就請你做這個model 但原來這間公司 又未必真的收錢 因為它靠這個熱工資的營運 其實不是希望娛樂公司本身的賺錢 是原來我們在兼營另外一些業務 可以籠絡到另外一些生意上的工作的老闆 或者的關係 所以譬如我作為老闆 我搞一間年輕人公司的娛樂公司 是未必在想娛樂那邊賺錢的 可能是想這個娛樂公司 可以幫我和另外一些老闆朋友 我和那些老闆朋友 我就可以做那些生意了 要是這樣 即是我做這些生意的時候 那些老闆就會期待 我帶一些年輕人來和他吃飯呢 那沒理由要我給錢 即是你來得 當然是你請我 因為我有利益你 要這樣說 那個食物鏈就很慘 我們回想一下 即是一層一層這樣壓下去 就是全部人都是無償的 包括那個老闆 既然你老闆都是無償 你又機會有線索 所以這是很合理的 對方轉頭 所以講到你 在食物鏈的底層之中的底層 就是 所以我們更加要希望 是飛上之流變鳳凰 突然爆了一個機會 不知出了什麼錯 就騙了人在中間 不知出了什麼錯 不知出了什麼錯 不知出了什麼 因為正常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見過這個系統出錯 那你就很幸運 突然間有一個 不知不吵架圈外的老闆 突然間覺得你驚為天人 然後娶了你 然後娶了你 最開心就是這樣 是 這個是很奇怪的 但如果是這樣 我們看到 例如我用一些比較阻擬的想法 其實這就是Mocker 就是一層一層這樣扣下去 還有這個也是 如果我們講的 女性主義那些東西 其實也挺重的 就是說 在社會上 我們真正 如果我們說這些人 其實得到自由 其實是有個代價 自由的代價就是 你要被人 在這樣的經濟綱 被剝削 就是被剝削 並且 你越是原本被剝削的人 如果你得到自由 你就越被剝削得厲害 如果在Langmo 就似乎中了這個整個架構 就是原本是女性 女性已經是社會上比較弱勢的人 並且他們可能很多人沒有什麼學歷 如果他們是女性又沒有什麼學歷 然後他們希望得到更多自由和機會的時候 他們會付出更多才可以得到 同一時間 我們整個社會又會告訴他們 這個就是機會了 這個就是應該做的事 然後他們就會有很多理由去支持 繼續支持他們進入這種 坦白說可能更難過流彩的活動 然後他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 這個就是整個Langmo這個行業的處境 我原本以為Langmo被剝削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老闆衰 但是原來 可能那個老闆本來是想著 我不是賺錢的 就是我 就是我找這麼多Promo Girl 難道我有很多錢賺什麼 現在是這樣 整個Sorry 我們不是只看有某一個行業不好 而是整個經濟關係 基本上是一路一路這樣吸入 整個娛樂事業 你都看到他們是一個衍生出來的一件事 所以也都 Langmo只不過是衍生的再衍生 即是他衍生了一塊二落事業 已經不是一些所謂 其實他可能是一些多餘錢才扔下去的 這些大公司 然後這裏 就變成他 除了他常規營運 很貴 所以他就把那個夢 再向下殺 殺給那些小妹 讓他又有個幻想 然後又多了一班奴隸 可以他的兒子 但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是利用 即是 一批又一批人的夢想去支持 即是我經常都以為 即是做出版 記者那些 已經是用夢想來支持 即是很多記者 不知為何他學歷很高大 他人都很低 即是有些編輯 記者也好 但原來靚毛是另一個 即是一種重誇張 即是靚毛原來 他們在社會上的親近就是記者 即是當他們的記者打我 但似乎我們見到有這樣的關係 下一節回來 我們可以再講 即是可能見靈會講一些比較 女性角度出發的眼光 即是我們討論一下 即是靚毛在我們社會上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經濟關係之外 可以講到甚麼給我們聽 下一節回來再講 再講